大家好 我是煌靈 今天要來補介紹上個月的角色 不當惡魔跑去當天使的天使解法 這是一個常駐角色 中衛法系補師兼輔助 一技能 給予目前血量值最高 並且站位在自己前面的角色嘲諷狀態 並大幅提升該角色的物防跟魔防 持續12秒 這邊要特別說明的是 所謂的血量最高 不是比血量比例哦 是單純比數字 看誰的血量最多 二技能 大幅提升我方物爆魔爆 並小幅度恢復全體血量 EX技能 開戰時提升自身魔法防禦力 最後是UB 對敵方TP最多的角色造成中幅度魔法傷害 中幅度降低TP跟魔法防禦力 接著是技能循環 開戰時先1技幫隊友上嘲諷跟加防 第二動是2技補血跟加暴擊 之後的循環超長 我懶得念 我就直接顯示在畫面上吧 這個角色1技的施放頻率算非常高 可以讓前方角色長時間保有嘲諷狀態 看完技能後 我們直接來看一場競技場實戰吧 現在畫面上這隊是我3V3盲打時撞到天使劫法的首隊 這場天使劫法發揮了兩個功能 還有打輸了這場對戰 一個是讓佩可長時間保有嘲諷狀態 讓我方珠希抓不到對方的法系脆皮 我方珠希兩次UB都抓在佩可身上 完全不痛不癢 第二個是劫法的UB打中了我家的新年可可蘿 因為降魔防害我的新年可蘿提早下場了 要是沒有降魔防 按照新年可蘿的硬度 應該是可以撐整場沒問題的 天使劫法在競技場大概就是這樣的用途 雖然她的技能組我覺得還不錯 但跟現在的環境有那麼一點搭不上 天使劫法最主要用途還是針對朱希切後排 除了朱希以外 目前好像沒什麼其他角色可以針對後排角色來秒殺 但即使不用朱希從後面瓦解對方的防守 要用初音隊來放而轟炸 或是使用其他物理角色從正面硬來也是可以 目前在日版 使用天使劫法防守的人並不多 我自己在進攻天使劫法的時候 也沒有劫不了而頭痛過 總理來說 在競技場防守有一點點用 但整體來說影響不大 畫面上這隊輸的第二場 我把朱希換成秋乃就直接過了 輕輕鬆鬆 我認為這個角色是有她的潛力的 如果環境是一手難攻 坦克都硬邦邦打不死 唯一的破法就是讓朱希從後排切掉那些薄皮法系之後獲勝 天使劫法是可以封了這種獲勝方式 讓防守更加的銅槍鐵壁 但目前的環境是 初音可以把對面一發轟下去 日和也可以從正面硬拆 所以天使劫法目前發揮不太出來 接著說戰戰的部分 現在畫面上這隊是上個月四階段 翊王哥布林的AUTO刀 很潮 讓秋乃跟林輪流坦亡 反正其中一個血少了 劫法就會幫另一個上嘲諷 非常有趣 不過有看我六星秋乃影片的觀眾就知道 上個月的世界段哥布林的頂標在1400萬以上 這大AUTO刀只有900多萬的傷害 差了500萬 非常多 而且就算標準很低 就是要出AUTO刀 要打900萬的選擇也非常多 不是一定要天使劫法不可 後續戰隊戰不太確定會不會有什麼奇效 但目前來看 在戰隊戰的存在感不高 沒有也不會怎麼樣 接著來看一下FMEDIA的評價吧 競技場S 戰隊戰B 露娜塔A 就是一個有愛再抽的角色 順便說一下心裡話好了 這位角色雖然不是很強 但會影響到我大出息的上場機會 大家自有都不要抽 就靠歪就好啦 OK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了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